中国近日受极端气候影响 遭暴雨袭击的广东北江干流 出现了百年一见的洪峰流量 21日北江水信临近的数个城镇 水位都超过了红色警戒线 而包括韶关 清远 梅州等多地 也都传出土石流 烟水 房屋倒塌等灾情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北来峡水库6月22号晚间11点 水库最大流入量甚至达到每秒19900立方公尺 是自1915年以来的最大值 而根据网上传出的多段画面显示 位在广东北部的重灾区 英德市道路成为激流 大量农田防射以及商场水淹超过两层楼高 许多无家可归又无水无粮可适的人 呆坐在自家屋檐上 而数日积水不退 洪水甚至疑似长出了绿藻 成为一滩绿水的害人画面 而微博上官媒示出的相关消息 清一色都是英勇救灾的大内宣 但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就po文控诉 表示在微信上po出这样的照片 立即就被中共网管当局封杀 被封杀的求救文章写着 整个广东省北部大雨 从5月21日起就没停过 这场红灾已经持续了大半个月等雨 文章附上英德市江南村的空拍照片 而北江旁的燕德塔也成了一根孤注 蔡霞狠批洪水滔天 但中共当局却没有丝毫人性 而近日洪水渐渐退去 则出现了一片狼藉的景象 有当地媒体就发表了一篇名为 广东英德洪水生存碎片 孕妇靠一袋泡面度日的独家报道 报道揭露了缺水又没有被凉的家庭 是如何在水上打捞飘过的物资 迎来底下网友质疑政府 援助物资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到世界各国撒币 就是不顾人民死活 还有人直接开栓 干脆把责任都归给美国就好 接着吴宇晨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